日本演员慕村拓哉这两天为了拍摄观光宣传片空降到了台北 不仅一众日剧迷不淡定了 就连娱乐圈当中的男神女神也坐不住了 可是慕村拓哉在台北的行程只有短短的三天 昨天踏上返程的他再一次引发了送机热潮 转播车大排长龙 记者们严振以待 粉丝们扎堆翘首以盼 不用说了 这即将登场的主角正是前两天引爆台北 机场疯狂接机潮的万人迷慕村拓哉 从下车到走进机场 男神在我们的视线范围内只出现了十秒 然而为了这短短的十秒钟 粉丝们可是顶着三十多路的高温酷暑 提前几个小时就苦心守候了 不过跟几天前刚刚抵达时的略显疲态相比 慕村临走时看起来是相当愉快 一身黑T恤 牛仔裤的休闲打扮 还热情跟粉丝们比出了剪刀手 虽然慕村拓哉最后留给粉丝们的微笑 时常定格在了十秒钟 但是能亲眼目睹偶像真容的各位 你们已经算是幸运儿了 因为还有大把大把的人 只能望着男神的背影哀叹呢 这其中呢就有倪称慕村为老公的文艺女神田福珍 好 什么 老公走了 不能接受 还有本身也是外人名亚洲舞王罗志祥 我只想要见他一面就好了 见他一面 只是可能隔着窗户也好 还有从小爱慕他 使他为唯一男神的林心如 最近有朋友跟我说 他在那个餐厅里面吃饭 我就已经超想要冲过去了 没办法亲眼见到男神本尊 明星粉丝们只能自行展开脑补 我愿意跟他结婚你知道吗 真的 我真的愿意 不管他结婚 生小孩 他依然在我的心中是第一个人 所以一定要向慕村拓哉老公学习 人人都想当母村嫂 不知道当了15年正牌慕村嫂 又有两个女儿的宫堂静香 在家作何感想呢 而回顾男神这四天三晚的台北之行 除了日夜兼程的工作以外 慕村拓哉只把唯一的私人时间 留给的女神林志玲 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 突破各路围追堵截 只为与志玲姐姐共进晚餐 这是何等令人感动的友谊啊 你来信心地 志玲姐姐才是人生赢家 Bits报道